Hello 小伙伴们你们好 我是阿阳 打游戏的时候你们最怕碰到什么队友呢 快快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吧 喂 110吗 我是菲娥娜 月亮和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 我是菲娥娜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月亮和公园玩耍 当时我在远处隐约听到对面有争吵的声音 我以为是小情侣吵架 就没有在意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女人的惨叫声 我当时觉得吧 小情侣吵架会吵架 动手就不知道了 作为一名富典主席 我觉得我应该过去调解一下矛盾 当我走近我才发现 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 一个头戴路头面具的男人 挥着皮片想要抽我 被绑在凳子上的女孩让我快跑 虽然很恐怖 我还是保持着冷静救下来那个女孩 那个面目可憎的男人追着我们 嘴里不停地说着 走别人想走 你们一个都走不掉 我带着那个女孩 用我的门支药逃回了对岸 本以为我们脱离了危险 却没想到那个男人 又对别人下手了 听到女孩的惨叫声 我没法坐视不理 我看到那个女孩坐在地上 她生得很严重 我想简单地给她包扎一下 再去医院 可是路头男人发现了我们 我只能先躲到一边 等待机会救人 我和另一个女孩一起把人给救了下来 可是 最后她还是 跟我一起救人的女孩也惨遭毒手 我目睹了路头杀人的全部过程 路头想要杀我灭口 于是我拼命地往前跑 随后 我从一两户公园的地窖里逃走了 菲尔娜女士 大致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我们一定会将凶手捉拿归案的 谢谢大家